《月命律師》非常特別 少有一部影集幾乎知道主要角色的下場 你知道薩蘭曼卡家族會滅亡 你知道炸雞書和邁克會被老白吃掉 但還是可以把劇一集一集的肯玩 也打破每劇常常爛尾無法好好說再見的常態 編劇《文斯吉利根》才是整個《月命》系列最狠的角色 從《都市》到《律師》 《文斯吉利根》把故事忽然的更完整 人物塑造更立體 從人物小時候堆齊的故事特別有感染力 《月命》系列多是以二人為故事核心 就讓畢業於不正常人類研究中心的12邊 為大家分析這幾個經典人物 《月命律師》的第六季 第13集也就是最後一集 利用時光機把所有人的過錯做一個總結 大部分的人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問題出在哪裡 時光機問題是一個很好的解藥 按照時間軸 第一次出現時光機是查克桌上這一本 HG.威爾士的時間機器 時間機器與其說是一本科幻小說 不如說是一本僅是一位很大的預言小說 未來的世界是藏在地下的低等勞動人類 使者他們飼養在地面上的貴族 知道這本書的本質會對老白和律師的掙扎更加清楚 第一次出現時光機 查克有話想要對當時相對清純的吉米說 更換跑道也許不是壞事 但查克有心結的溝通方式 吉米根本也沒心聽下去 這個時間點其實是所有時間軸上最重要的關鍵點 只要打開兩人的溝通就完全不會有接下來的Soul Goodman 第二次提到時光機是在麥克和吉米的沙莫力險季 麥克果然是個令人敬佩的人物 他後悔當年的收賄 之後做壞事只是為了孫女 而這時候快要沉默的吉米 說他要投資波克夏 適可的想要更多的錢 這個轉折點之後吉米成為Soul Goodman 第三次提到時光機 是Soul Goodman和老白在逃命吸塵器地下室的對話 這段對話可以說是整個絕命系列的高潮 把這兩個經典人物的個性一次講清楚 老白後悔當初離開自己創辦的公司 都是那些人害他沒有錢 所以從大毒消走到今天逃亡的地步 老白沉默的原因不再只是絕症 真正的原因和其他毒消一樣 主要因素還是錢 還正只是個契機 甚至老白的Say My Name 更可以說明他愛的是毒消的霸權 老白才是整個絕命系列的魔神 而這次的時光機 逃亡的Soul Goodman也後悔了 但他後悔的是因為當年的假摔 而毀掉自己的膝蓋 這兩個存蛋想到的還是別人害的 和對自己的傷害 其中一個蛋還笑另一個蛋 所以編劇根本還不想讓Soul Goodman就這樣結束 吉米的另一個身份金恩就這樣出現 只有小金能讓吉米回來 小金的後悔推進金恩可以真正面對自己的過錯 讓所有塵埃落定 一起來看看絕命律師演員群的小秘密 歡迎問美劇就是推絕命系列 你有需要知道的12件事 第一點 黑雅色紅飾演的金位是樂視絕命律師裡的經典 尤其他的精美馬尾 小金來自一個有小兼小二的問題家庭 他原本就不是一個正直的人 真正狠的時候讓吉米也瞠目結舌 小金和吉米是情人也是戰友 是靈魂的另一半 但他們倆的壞還是有些不一樣 吉米的壞是帶有幼稚的作弄 但小金的壞是他認為小兼小二根本不是什麼壞 所以他看到拉洛的那一槍小金的底線終於曝光 但幼稚鬼吉米才是完全看不到道德的尺度 飾演小金的黑雅色紅 看看他過去的演員歷程其實普通 終於在絕命律師中大放異彩 因為編劇文斯吉利根和Apple TV Plus簽下兩集的影集 而黑雅色紅就是女主角 所以很快就可以再見到他 第二點 邁克爾麥吉恩飾演的查克 在絕命律師的前幾季中 把心理病的查克演得生動 演技自然流暢 也帶出吉米原始的個性 雖然那一把火把大家對查克的不悅都燒光了 引估咒查克死後 吉米有如脫漿的野馬 說到邁克爾麥吉恩的演技渾難天成 不得不提到週六夜現場這個節目 這兩個律師兄弟查克和吉米 年輕時都曾經在週六夜現場磨練過 果然SNL是巨星的妖籃 第三點 邁克爾麥吉恩飾演霍華德-漢姆林 他的聲音非常特別 被一顆子彈吃掉那一幕真是嚇呆了 小皮搗蛋夫婦持續玩弄霍華德那些梗雖然劇本很好 但讓霍華德領便當合理性有些薄弱 他是絕命律師裡的悲情人物 邁克爾麥吉恩現在頭上毛髮少了些 年輕時也算是個小生 看看六人心裡那時候扮演護士的他 雷醇急聲音和現在完全一樣 第四點 絕命律師中有不少傳奇人物 沒有什麼毒銷背景的納丘瓦加四個人物 被著勞大開始賣藥 一路前進差一點變成薩拉曼卡的代表人 勢力和體力都在君子儀上 那一場躲在油車裡的戲可不是鬧著玩的 是真的拍 麥克曼杜在拍攝絕命律師的過程中 還跑去2017年的蜘蛛人返校日中嘎上一腳 連壞人完全不用化妝 麥克曼杜飾演麥克加根 意思是漫威宇宙裡有名的謝子仁 應該還有出場的機會 第五點 凱瑞康頓飾演麥克的媳婦史黛西 遇女是讓麥克無怨無悔付出的人 雖然凱瑞康頓出現時間都很短暫 一直忙著要上工 但她的聲音很重要 2018年的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 凱瑞康頓聲音演出Friday 聲音非常有感染力 配合鋼鐵人的眼珠更有戲 第六點 喬娜森班克斯飾演麥克在絕命律師中性格更加深刻 和So Goodman比起來麥克的台詞和表情真的是少得可以 反而很想認真觀察麥克表情的微妙變化 她的First thing first 總是把條理弄得分明 絕命毒師和律師試圖證明一件事 要死壞也需要高度智商和情商 喬娜森班克斯早在1984年就扮演過警察 1984年的比弗利山超級警探 討厭人眼的辨識能力 第七點 墨西哥裔源托尼戴爾頓飾演的拉洛 是薩拉曼卡毒枭家族裡比較有腦的 自力和毅力堪用 但總是免不了薩拉曼卡家族怒氣直衝腦門的殺意 拉洛那一股遊刃有餘的笑意 很有南美洲的風格 托尼戴爾頓在漫威英演的影集中 是原女嬰演味過門的老爸 他的那兩撇鬍子辨識度相當高 還有那一模一樣的笑容 第八點 梅薩維德銀行的老總凱文 瑞斯林恩把那種豪邁不拘小傑 但一意孤行的大老闆演得生動 坐在椅子上時都可以感覺到他挺著肚子 看他被Soft Goodman氣到臉紅脖子出 是觀影的一大樂趣 瑞斯林恩是影壇的長青術 多半在影集裡演出配角 幾年前非常熱門的CSI犯罪現場Miami 那些年的劍士科學影集轟到抓不住 瑞斯林恩那顆頭型很有記憶點 他演出重案組的探員法蘭克崔普 第九點 話說絕命律師裡那些律師事務所的老闆 來頭都不小 丹尼斯包著卡里斯飾演SMC事務所的老闆李奇 說話頗有道理走路頗歸縮 丹尼斯演戲時其實要注意他的聲音 因為他的聲音出現在160多本有生讀物中 1987年有一部很有趣的電影《鬼使神差》 故事說紐約的摩天大樓商業計畫 崩壞大樓的人也搬的差不多了 剩下幾個搬不走的釘子 摩天大樓計畫當然找人來搬走這些釘子戶 忽然出現菲迪的生物相救這些人 禁止護理那個窮畫家就是丹尼斯包茲卡里斯 第十點 來納波克飾演毒物實驗室的總工程師 維爾勒奇格勒 真是一點德國臉 維爾勒的出現塑造邁克很多藝氣感 但是和邁克有藝氣相交的都很接近死神 2009年昆丁塔倫提諾的俄棍特工 布萊德皮特飾演俄棍特工的頭頭 帶著一群人目標就是殺光納粹 因為是昆丁的電影 有著血流成河的暴力 但也有昆丁的電影哲學 而且要問昆丁都是怎麼蒐集這些一等一的演員 來納波克在惡棍特工中飾演一位納粹軍官 不需要多餘的裝扮 軍服穿上去就相似度100% 第十一點 從絕命毒師到絕命律師 紮基蘭弗林的角色安排的最成功 雖然詹卡洛艾斯珀西托 在這幾年中多了好幾條皺紋 但更深人深層被虐 而且想虐人的毒硝 最近很紅的動漫 《電獄叛克 邊緣行者》 裡面那個眼睛很多的暗黑大頭法拉蒂 英文版的配音就是 詹卡洛艾斯珀西托 那聲音聽起來很熟悉 問中平穩 但聽起來讓人壓力很大 第十二點 鮑勃·奧登克克在絕命律師中的演技令人讚嘆 尤其那嘴巴不斷開河的碎嘴 自從鮑勃·奧登克克嚴紅了律師 發現他現實人生講話的模樣根本是同一款類型 有趣的是鮑勃·奧登克克拍絕命律師的同時 接拍了2021年的五名四 劇情雖然不怎樣 但是其中一場公車武打戲 自己磨練自己上場打 而且打的是一點都不輸真子丹 很有看點 正名鮑勃·奧登克克可以演出出了Soul Goodman的另外一面 如果你想知道多一點絕命律師請按右上角 絕命系列畫下一個很好也很難得的句點 按讚訂閱加分享 這些演員的演技增強 唯一可以毀壞這些演員的就是時間